跟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讲得太好了 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牛熊同龙在台北股市 近几年来 几年是这样的特色 是非常的一个流行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 要解析个股之前 我们来讲 先把整个台北股市 为什么的看法上面 我认为有弱中透强的一个现象 其实台北股市在这一波里面 整整在低档横向的整理 16个营业日 这一段整整16个营业日了 那为什么说 它有弱中透强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在这整理的过程 16个营业日 我们也没有跌破过9472点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我们说 在这个行情上面而言 虽然很多投资人 对整个台北股市 很没有信心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知道吗 这一个低点 全部是切9503 如果不相信浮标可以移一下 全部都切9503 这两个低 对 有没有看到 都是9503 我们消掉 123 再过来 这两个低点 大家知道吗 今天明娟把今天台北股市 最低点已经告诉大家 叫9508点 就是 这两个低点 提时就是切9508 今天就震到 刚好震到这个位置 问题是 我还是强调 我不管是不是地震 我不管是不是欧洲股市 美国股市的大跌 请问 切这么齐 是一般投资人办得到的吗 办不到 我告诉大家 这一定是用程式 电脑控制出来的 那我们从一个逻辑上面而言 这是9472 这是9503 这是9508 也就代表市场上面 在这个气氛的过程之中 它居然低点 它是越电越高的 你说有没有弱中透强 我觉得有这个意味存在 那再过来 我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 来告诉大家 在整个这个时间点 美国我们说过 因为美元的一个 所谓的升值 它造成企业里面 在海外收取到货币 换回美元 它造成企业的获利 大家担心不如预期 那美国它的财报周 跟我们台湾在公布财报不一样的 我们财报没有成长 一翻两瞪眼 美国是以按照当地的分析师 做预估值 我越看得越烂 你实际公布出来 只要没有这么烂 它其实呢 它就不会跌 从最近里面公布出来 从Intel 它公布的好吗 我就Intel公布的并没有很好 但是它符合预期 它并没有跌 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未来里面来讲 刚刚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博洁 讲了很多个股 就我个人而言 它对台北股序能够连结的 大概就只剩下苹果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中 苹果还要下旬 还要折腾我们一阵子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部分 请问在上个礼拜五 有一档个股叫超微 跌翻掉了在美国股序 跌10%以上 对不对 那超微的相关概念股 台北股序里面有跌吗 我们随便来看一下 5269的详终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超 待会挑一下超微好不好 它今天也没有受到超微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来看看超微的一个K线 胖一身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现在大家对于这一类型的个股 上面的连结度 它并没有很强 因为英特尔的大涨 我们台湾相关的英特尔概念个股 也没有呈现的大涨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里面 大概只有苹果 它可以有联动 其他的部分我都觉得联动不大了 台股闷在这 对 所以我就 十几天 十六天 十六个营业日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它有落中透强的一个原因 它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这个切太齐了 你说没有人在里面 我实在是不相信 那我随便跟他讲 你现在这么的悲观 那如果 你可以看上个礼拜四 四月十六号 其实这市场上面有人呢 本来就想借助台积电 大力光的法售会 一鼓作气 过九千七百七十五点 没想到台积电的 第二季的财报 它的确是不如预期 它造成在这个时间点的 功败垂成 但是台积电 到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有去破平台争理区的下源吗 它也没有 那大力光果然是 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我说这个盘落中透强 唯一的一个问题 我来看一下 我们说集中市场 它其实礼拜四 有过礼拜三的高点 今日的低点 并没有破近期的低点 那只有OTC的市场 它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OTC如果可以的话 把融资放上去 OTC的一个指数 融资我们放上去 你可以发觉 它融资真的攀很高 它是算是 歷史上面的高 但是集中市场上面 它有攀高 有吗 它跟歷史上面的高 真的很遥远 但只是说你可以发觉到 我们刚刚有谈到 集中市场上面 上个礼拜四 它是过礼拜三的高点 它本来是要预备 借助台积电 大力光的法说 一鼓作气 对不对 可是OTC的市场 你有发现吗 它没有过高 所以它在最近里面 它就有一点点的 多杀多 它进行的补跌 所以个股 它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 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有弱中透强的原因是 人工的着痕太明显了 第一点 它是越电越高的 大力光 你看它法说会的内容 或是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看 你曾几何时 你有想过 它会去创 在今天创下 历史上面的新高 而且它可能 如果再涨个20块钱 它又会是台北股市 各股上面的股价的 一个很大的里程废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 三千宠爱 急于一身 因为法人包 把它的目标价调得很高 可是我在今天 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我对台北股市 其实没有像市场上面的 这么的悲观 9508 是你画的 没有 不是 我们来看3008的大力光 K线图 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如果把这边都遮掉 我沿路以来 把这边都涂掉 我只给大家看这个图形 你觉得它是不是做头 是啊 是不是做头 跟台北股市大盘 现在像不像 像嘛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五 刚好 因为都是一些前辈 包括杜富国 心象大哥 他们都够资深 我们就为了头肩顶 头肩底 我也被教育了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很多的一个事情上面而言 你呢 其实就是预设立场 对 技术分析一定要以收盘价来论断 你如果在这个时间你去论断 其实它在破线 它是底 它是头 对 那我就跟你讲 它根本没有确定往下 跟大盘一样 你说它是头 那我问大家 我们再回到大盘 好 我今天这一根红棒再上去呢 疑似 你又说它是W底 对不对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它这个盘 它只是一个盘整带变 多空的拔河 但它并没有谁胜出 在这种情况我就跟大家讲 如果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台北股讯 能够拉出关键性的一根长红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市场上面 悲观的气氛 就都会消失了 适宜了 对 疑似又变成适宜了 对 那我们再把KD指标放上去 KD指标 你看现在是不是在指标50附近 一根长红上去 它是不是就在指标50附近 做正交叉 那就9775要过了 就拐点就出现了 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刚才为什么刻意把 大立光那个图画上去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我记得我还在这边 在就是古世界 我跟大家讲说 大立光在这边里面 绝对有几逐轻重的一个角色 大立光的法修会上面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台积电乐观 那在这种情况中 如果在这边 他不上去他做头 你说会不会对高价股产生杀伤力 会嘛 可是他没有做头 他往上横向整理 就上去了 那你说大家会不会觉得 台北股市大立光好牛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把今天台北股市 我们刚才谈到 台北股市现在面对着地震 同样的我们有很牛的股票 它凭什么牛 我们刚才讲说 不管你要躲到冰箱 不管你要躲到主粮 那主粮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结构体上面是最扎实的 就股市上面而言 就是它获利是最扎实的 那冰箱就是来自你的食物嘛 你有沒有订单嘛 对不对 你有订单 你有获利 那对我们而言 它就是最佳的地震的避风港 当然有可能变成最牛的股票 不是吗 我觉得这股市上面本来就是如此 那所以现在里面来讲 你在之前里面 我们说很多的个股上面 你可以用题材 你可以用筹码上面炒作 但是在这几年以来 有多少的因为题材 炒作上面的受伤 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是不是就应该拉回到本质 来看看整个台北股市 那我们今天就把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很牛的 比较强势的个股上面来看 第一档 我们跟大家讲 现在选股 不是说LED LED都强 不是不是 PCB也有强的 我跟你说好不好 那你说大力光很强 你来看3406的郁金光 光学股 你会看到 这不是就两个世界 对吗 我们就是说 一个地球已经有好几个世界了 对不对 那同样的台北股市 也是出现了两个世界 因为现在的一个资金上面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N字形的复苏 它是一个晚形的复苏 晚形的复苏 它会造就出来什么 你有订单 你就是强了 你没有订单 我告诉你 整个景气上面 股市上万点 你的股票还是在那边 所以我顶元 在最近里面 大家也有探讨到 奇怪 为什么大家的一个 因为LED的照明 它其实报价是往下的 可是它的毛利上面 为什么这么的高 因为它已经率先公布 第一季记报 它的毛利上面 它是从十几个percent 跳到20个percent以上 因为居然 节能的概念个股 可以打入到光通讯 光通讯就是 我们在之前谈到 电子股现在最夯的题材 那我们先把转弱点 告诉大家15.5 最主要原因 它在第一季 已经公布税前是0.4 税后我们帮大家抓一抓 可能是0.6左右 那重点是来一句 它的第二季 比第一季成长三成 那别人都 晶电说LED不好 订单能键都不好 可是它可以成长三成 那因为我跟大家讲 因为第二季是光通讯的一个旺季 它可以成长三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那大家就去想 我刚才谈到说 为什么我对台北股市面 有很悲观 就我知道的 在第一季很多大股 都卖股了 换户头 它在股东常会之前 它要回补 还有董基因改选 这档就是大股东在回补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它EPS预估是1.7到1.8 那它的本益比就相对性的偏低 我们来看它的K线 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这是2426的顶元 我们来看2448的经典 2448的经典 这是一个台股两个世界 同样的节能的概念个股 它也是如此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 大家就去留意 尽量去选择毛利高的 获利好的 相对前景的 或是大股东去增加持股的 这可能都是在未来里面 第二季比较重要的题材 还有哪些最牛的个股 我们等一下里面 再来告诉大家 OK 好 那真的把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同样一个族群 股价也分了落差 所以现在里面 有投资朋友 一定要谨记我现在说的 很多投资在股讯里面 他很喜欢去看 某一档股票涨很多 可是他不敢追 或是他买不起 他就买同族群 另外一档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中 台北股市 它是不适用的 OK 譬如说你去买 你买不起大力光 那你就要去买浴金光 那很抱歉 他就是持续的破底 所以现在里面的竞争能力 跟获利的状况 冰箱里面有食物 那才是你最大的一个保障 OK 主粮 你的结构体要好 就是来自你的获利 那这样的过程 居中里面 他就依旧能够在一个 未来里面来讲话 个股居中出头天 请问现在几点 最喜欢手表的人 竟然这一次 Apple Watch没订 400万支 没有你的订单 对 没有我的订单 那原因是什么 我等一下 以后如果有空的话 再高兴大家 因为他对表是 很热爱的 那种方寸之美 包括方寸的艺术 他是很爱的 但是 他说他不抢 这一次的首卖 主要的原因 好啦 他待会做一些说明 但是还是热卖啊 对 他其实是卖得不错 当然这里面 有很多色苹果蜜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会等到第二代 好啦 因为第二代 对我而言 他会比较 可是第一代 会不会比较保值 对 第一代会比较保值 但是对手表 对我而言 他其实就是要戴 不去拆 你很捨得 我会很痒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里面 我会觉得第一代可能并不是很适合我 我可能会考虑第二代 但是我会 贵的那一款 我会买第二代 便宜的这一款 我可能在未来里面 就会尝试着先去戴起来试试看 也做研究再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也看看 哇 400万只 所以使得交货期 因为大家有订过 苹果的相关产品 它会告诉你 预知什么时候会到货 那时间就一直往后遞延 因为它这一次里面 它其实组装的部分 困难度还是很高 对 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 400万只 您下订单了吗 数百张照片布满萤幕 只要手指在右边往下一滑 立刻放大成适合大小 预购超夯 首批订单 已经达到400万只的苹果 Apple Watch 原本国份迫不及待 4月24号就能到手 但现在传出出货欲 悄悄地言 登上苹果香港官方网站一桥 Apple Watch出货时间 已经从原本的4月底改成6月 传出主要原因 是上游关键零组件 良率出现问题 包括供应触觉回馈 原件的大陆大厂瑞森 以及乐金显示器 供应的AMO类面板 良率仍然不高 导致广达 橙红等下游供应商 出货跟着地言 让原本每个月产出目标 200到300万只的Apple Watch 截至3月到5月 总出货量只有230万只 明显低于预期 但广达橙红并不愿对此多做回应 有可能是购买的人太多 但是它的出货供货不及 所以导致有些人会把它的交货时间 会延迟到5月底甚至于6月 那第二个部分是 有可能是苹果原本就预计 它害怕没有卖得太好 所以它下单给供应链的部分 也没有下到那么的足量 虽然苹果智慧手表新品出货卡卡 不过和鸿海吸手的iPhone就换新活动 却渴望带来庞大商机 得意志证券预估 假设鸿海买进旧手机 一台最高大约是7560元台币 翻新鸿卖出价最高10580元台币 以一个月出货6万只来算 渴望贡献鸿海今年营收幅度 最高4% 尽力增加12% 怪不得库克郭董积极吸手 抢进二手市场商机 记者 范云珍 万俊良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